大家好 欢迎回来继续收看中国时间2019年8月6号 明镜电视今天大新闻 历史上今天这个环节 我们今天选了两个历史上的8月6号 一个是1945年的8月6号是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那么还有一个事件就是1965年的8月6号 8月6号有一次海战 那么就是东山岛的海战 也称为这个八六海战 我们今天就谈这两个历史上的这样一个话题 首先来看看这个广岛原子弹爆炸 那么这个广岛原子弹爆炸是1945年8月6号 当时在二战末期由于日军顽强的抵抗 让美军方面的伤亡也是越来越大 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大背景下 当然同时还有苏军在中国东北关东军的巨尖 这样的一个事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当时这个广岛原子弹的爆炸 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亲自下令进行的 美国陆军航空军当时美国还没有空军 叫做陆军航空军 是在1945年8月6号上午的8点15分当地时间 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 这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那么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核武器的空袭行动 也是第一次使用对平民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造成广岛市超过10万名居民死亡 城市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美国在三天后的8月9号 45年8月9号又在日本的这个长期 对这个日本九州北部的海港城市长期 进行了第二次的这个核打击 那么日本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9天之后 就是在这个815这一天呢 就宣布了无条件的投降 也就是说呢 这个广岛被投下这枚 这个昵称为小男孩的这枚原子弹呢 可以说是最终瓦解了 或者说摧毁了日本当局 或者说当时的这个军国主义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意志 所以呢 在仅仅9天之后呢 就宣布了投降 所以说呢 这个事件呢 到今天来看呢 日本方面当然和美国方面 可能和中国方面和其他的一些 各国的一些反应呢 都有所不同 日本方面当然是作为一种受害者 成田是教区啊 认为这个自己这个 当年有多悲惨 美国方面呢 应该说也是一贯的立场 就说认为 并不后悔当时采取这样的措施 并且为这个多名 当然包括你看现在这个画面 就是当时这个机组人员 这个盖伊这架 这个轰炸行动的飞行这个任务的这个机组的合影 那么这些机组成员包括最后一名 这个好像是大概两年三年以前去世的 那么就是说当时他仍然认为 至此不认为对这个轰炸日本 核轰炸日本呢 感到后悔 而且说如果再有这样的机会 还会毫不犹豫的去进行 当然对于中国方面呢 可能又有其他的解读 有关这个话题呢 想请君涛博士 给我们做详尽的解读 君涛 对 广岛问题我谈三个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二次大战是怎么结束的 特别是对于战争怎么结束的 在这个问题上呢 有一个比中国人现在理解要复杂多的图景 第二个问题 广岛的原子弹的投报呢 开启了人类的战争史的新阶段 第三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谈到的后来的人类的这种 就是国与国之间冲突 它的底线是什么 这个呢就是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些战略思考 那么我先谈第一个 第一个呢就是说广岛问题呢 对于中国来说呢 在这个原来中国就是追随苏联走的时候呢 有一个说法 二次大战是苏军出动 出兵在东北消灭了关东军 但实际上现在根据现有质量来看的话 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 就是主要还是由于呢 美国在8月6号8月9号 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 导致了这个日本天皇决心终止这个战争 这个呢刚才我跟安华行政我要究竟 不是日本军国主义要终止战争 日本军国主义还是想把战争继续进下去的 那么但是呢在美国方面呢也有些争议 就是广岛要不要投下原子弹 当然除了这种这个当时那个原子弹的残酷景象之外的话 美国后来发现实际上在日 就当时美国在冲绳战争之后呢 美国死了很多人 美国就在做了一个评估 如果要把日本本土全部拿下来的话 日本呢可能要大概美军要死100万到150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他说呢 为了快速终止战争做了两个决定 一是杜鲁门是决定的向日本投制原子弹 二邀请苏联出兵东北 这两项决定上都带来了比较深远的意义 那么这个现在证明呢 日本其实当时它的关东军的主力 当时他估计说如果把日本的100万多万关东军的精锐 调回日本本土首位的话 美国会付出很大的生命代价 但是后来战后考证发现 日本关东军已经在太平洋岛的主导争夺战中消耗殆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广岛就他觉得呢 实际上广岛投原子弹和邀请苏军出兵 实际上都是不用的不必要的 这个带出了这个问题 那么当然也就带出了一个问题 二次大战的终结 就是对日战争的最后的胜利呢 实际上是日本的 是美国投掷原子弹 或者美国不投掷原子弹 实际上美国也可以靠它的海空力量 能够终止这场战争 而且不会再像 因为实际上日本当时为了让战争不在本土发生的话 他把大量的兵呢 陆军都投到这个外岛作战上了 他到本岛上 他可能只能靠人民自己的意志性抵抗了 那么好 这是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广岛之战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军事技术 对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 过去呢 虽然过去有飞机啊 坦克的发明 还有大炮 火炮自行火炮的发明 还有这样的枪的发明 使人们看到了武器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 但是从来没有像原子弹 给人带来这么大 因为一颗原子弹就可以把一个城市毁掉 这样的方式 那就一颗原子弹可以决定 这个战争的命运 所以就导致了人类进入了科技 这种这个就军备竞赛实际上是科技竞赛 不是单纯的就军备的这种竞赛 那么这第二个 所以你可以战后之后 你看凡是想躋身世界强国的 或者想进行自卫的 那么都要力图发展核武器 第三个呢 就是在这个广岛之战之后 人们看到了核武器惨烈之后呢 都是觉得呢 每个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都觉得自己不能承受核武器打击 除了进行军备竞赛发展二次打击能力 威慑对方之外 那么就使得这个后来基辛格就总结说 在一个核时代的时候呢 实际上核武器并不决定战争胜负 战争就变成了一些有些常规武器的战争 那么和大国之间是不能发生战争 这我为什么我说要带出个话题 就是许多的人都寄希望于美国对于中国 进行对中国的这个专制政权进行打击 但实际上在美国的 我在美国在这个 我在这个肯定政府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接触过来自华盛顿的很多的发明人呢 他们都强调一个观点 美国不会跟核大国之间进行一场正面战争 原因就在于就是在面对着核武器这种 最后核武器充足的时候 那么承受不了 再你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不许这个金正恩去发展核武器 不许北韩发展核武器 就当他们觉得北韩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会直接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顾这个二次打击的时候发展核武器 那这个国家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好 那么这个话题呢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又没有补充 没有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谈这个八六海战 或者说东山海战 那么东山海战是65年的8月6号呢 在这个当时这个中国这个南海舰队发起这个突击编队呢 对这个企图的按照这是中国方面的说法 就是说是输送这种特工人员到闽南地区登陆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国军的这个两艘舰支呢 一艘叫做张江舰 一艘叫做舰门号这个舰门舰 进行这种攻击 那么这两艘呢 应该说是大型的 在当时来说应该是大型的水面舰艇呢 被击沉 而且呢 这个当时只有 最终能够得以返回台湾的呢 仅仅只有这个五个人 那几乎是全军覆没 那么这也是国军和这个解放军交手的 是一场惨败 那么这是因为是一场禁防战 禁防的海战 所以说是这个解放军方面的 中共方面也是采取这种诱敌深入 得到这种相关的情报之后呢 让这个舰支呢 就进到了这个福建和广东沿海 这个周边沿海呢 到了禁案之后 那么当时呢 因为中共的这个海军力量很薄弱 那么也只有打禁战 打夜战才有这种取失的可能 那么最终呢 用这一招呢 来破了这个 这个当时这个国军的这个 这个应该说啊 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那么最终呢 这个有这场海战呢 有一个 这个在中国大陆 应该说是很多人知道的一个名字 就是麦贤德 这是一个 当时被称为这个英雄啊 战斗英雄 同时呢 毛泽东本人对这个东山海战 或者说八六海战呢 这个评价非常高 那么有关这个海战呢 想请郁文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和对于现在的一个启示 关于这个八六山东山海战 我想谈两点 一个就是说这个海战本身 这个台湾的这个蒋介石的 这个所谓光复大陆的这个计划 第二个就是谈这个由这个问题 衍生到目前的这个大陆 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 我们讲这个这个东山的海战 其实是打过两次战刃了 不是一次 1953年的时候 当时的这个蒋介石 因为想借所谓这个桥城战 停舰基层 这个结束机制 来一次突石 把这个夺回这个东山岛 我们讲东山岛的话 当时中共的守军 其实力量很薄弱 只有一个团的 当时国民党是动用了一个军的兵力 还包括散兵部队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这个散兵 他因为他当时散兵这个跳过去之后了 就没有携带武器 他可能估计轻轻轻轻轻轻敌了 没有带武器 所以说最后了 比赞员部的过来的 就是说几乎一万多人 这个都都失败了 这次讲就是第一次 指的所谓的反攻大陆的时候 这个东山岛的时候失败 那么就第二个就是1965年的这一次 刚才这个安华也介绍了 就是说运送这个投敌 意思是投赏进来 但是这个计划 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背景 这个背景就是说蒋介石 随时不忘了反攻大陆 反攻大陆 这跟这个东山岛86这个海战 直接跟他的一个所国攻计划 是挂起钩来的 挂起钩来的 当时的这个蒋介石特别想这个要 美国这个来来来来帮助他反攻大陆 但是美国不愿意干 美国不愿意 所以到后来有一个偷偷的计则的一个计划 叫国攻计划 国攻计划 那么这个我们等到了这个对号 这个国攻计划 其实美国也清楚 这两头东山岛的战之后 这个53年和这个65年的这个战灯之后 蒋介石终于明白了 就是明白什么东西 他的反攻大陆的这个无望 无法这个反攻大陆了 无法反攻大陆 因为我们讲53年的世界 借桥上战灯 65年的时候 这块中国快进了文革了 这个在这么两次 毛泽意义上 他大陆两度 国力都比较衰落的情况下 都无法这个 这个我们讲主动的进攻都失败之后了 他已经认识到自己的宿命 就是说反攻大陆的宿命 也是永远只能待在这个台湾岛了 台湾岛了 所以讲这个就会才 我们讲是否会 后来台湾的一系列变革 这可能跟这个因素也有关 因为他在无法反攻大陆之后了 他就好好的经营台湾了 从蒋介石来说 他还有这种反攻大陆之声 那么到了我们讲到了这个 他的儿子蒋经国之后 这种心事就根本就没有了 就是说上西进入大陆 上西进入大陆的这种心情就根本没有了 印度来说这种所谓的我们讲这个两海峡两岸基金的这个隔离呀 这种心理的隔离就慢慢的慢慢的就这个滞长了滞长了 虽然后来我们讲两岸三通 两岸三通 这这个地理上的位置也是拉近了 但这种人生的这个我们讲这种距离是越来越远了 包括到现在 包括现在的 所以这种某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 谁说这个台湾的这个这个人口的世代更替呀 毛泽业上是两岸基金的分离会成为一个必能的趋势 要统一的话 现在看来几能采取一种非和平的手段 否则的话就无法统一 几能成为这个两岸越早越远了 这个我补充两点 我补充两点 第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呢 这个美国对台湾的安全的承诺呢 是在50年代就韩战要结束的时候 或者结束刚刚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美国呢有个美台协方协定 在美台协方协定中 美国和就像跟所有国家协方协定一样 第一我对你的安全承诺 第二你在做任何军事上的动作的时候 你要经过我允许我的批准 否则我不对你安全承诺 所以美国就给台湾下了一个紧箍之后 就是在台湾海峡中线偏靠大陆一侧的任何军事行动 美国不介入 而且美国不支持 那么所以其实金门马祖呢 之所以后来当时打了炮 当时在这个美台协定签完之后呢 大陈岛车退啊等等 都是在这个背景下做的 但是后来呢在金门马祖的时候 蒋介石不愿意撤 最后发生了炮战 炮战之后美军不过台湾海峡中线 让美军只提供了其他的一些三种技术设备吧 这个我不详细谈 就使得金门马祖呢都守住了 是台军守住的 那么但是在台湾海峡中线这一侧 美国这个承诺其实是一直没有变 包括后来签的台湾关系法 事实上还是延习的这个承诺 所以这也是大陆为什么就是比较严肃 我也觉得习近平的知识的薄略 他不懂这个东西 第二个呢在刚才这个安华讲到了一个 中共打仗有一个近战夜战 为什么美军不打近战夜战 为什么蒋军不打近战夜战 让中共打呢就是近战夜战 自我伤亡率很高 实际上麦贤德是被自己的炮火打中的 而且中国当时在东山海战 他们中国其实叫八六海战 在中国和台湾要在八六海战中间 第一批中国的舰艇被击中 都是被自己的炮火在黑暗中给击中的 麦贤德脑僵出来 我们都看他 当时我们都以为是叫蒋介石给击中 但是后来知道呢是要自己炮火击中 所以毛泽东在夸东方这个东山海战 他说了两句话 一仗打得好 二总结写得好 实际上总结写得好 就是把这个东西给掩盖过去了 我们这个伤亡是怎么造成的 把这个给掩盖过去了 是是 好 这个欲文的这个解读 还有君陶这个补充都都都很棒 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历史的两个话题呢 就谈到这 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在线观看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呢 欢迎大家呢分享点赞 同时呢在线留言 发表自己的观点 再次感谢 欲文先生和君陶博士 对这两个历史节点话题的 这个精彩的解读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点点今天事不满足 和平在创想点就点频道 请到YouTube搜索想点就点 随时随地 想点就点 直接回答网友提问哦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